现在每一个高雄市民身上背了十万四千块钱 我们一年大概1300亿左右的预算 600多亿花了人事费 请问一下这3000亿要怎么还 台积电它的负债是这个6000亿 但是它的公司的营业额一年是9000亿 难道你说台积电它是一家不好体质不好的一个公司吗 一来一往炮火猛烈 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韩国瑜辩论谈到高雄负债问题 以台积电为例 点出即使负债6000亿还是好公司 只是这负债数字一出 向来重视公司治理的台积电说话了 先说感谢陈其迈赞誉 但也毫不客气说把财务数字搞错了 接着再建议民间企业与政府单位财务营运不能相提并论 台积电它如果用一块钱去投资的时候 台积电可以赚到的毛利大概是四五十% 所以它投入越多资金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赚的钱越多 负债的高低其实是没有办法 很明确去评估这家公司的好话与否 就跟我们的县市政府是一样的 县市政府的负债比重高就一定不好到未必 重点是说它过去投入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让它铲出 最后台积电还说 实际上台积电截至2018年第三季 负债只有3940亿元 而且公司净值达1兆5700多亿 财务结构相当稳健 感觉台积电截是在赚钱的不是吗 其实听到它有负债我也还蛮压抑的 所有政府都有负债吧 负债个三五百亿应该正常吧 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我没有概念 其实一般民众对企业负债 除非有详细研究 否则很难说清楚 陈其迈回应它是引用台积电 2018年第二季的财报资料 能理解企业财报的结构变动程度大 才会有所差距 选战辩论意外让民众上了堂 企业负债学 东京产业新闻综合报导